《建民论推墙》 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2年1月15号 是《建民论推墙》的1518期 那么我们今天的节目谈什么呢 今天的节目是接着上一次我曾经谈到过的 金鱼公司的负责人被这个许昌警方抓捕的 也就是他本人向社会投毒 那么向社会投毒这个事情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实际上他是把那个经过检测报告已经显示阳性的人的这个报告 他把它偷偷把它改成阴性 那么改成阴性的目的是什么 也就是让这些已经染上病毒的人 这些已经是检测指标是阳性的人 以阴性的报告认为是正常的 让他们回到社区里面继续传播 那么继续传播的结果是什么 继续传播的结果就是大部分人继续染上毒嘛 染上毒你们就要继续检测嘛 你们检测他们不就挣钱了嘛 所以说呢这个所谓的负责人 他主要就是什么 是负责把检测样本集体的承批销毁 同时把这个阳性报告改成阴性报告 把病毒呢继续扩散出去 他本人被警方现在抓捕 治的罪就是这个罪 因为这种手段就是相当恶劣的 他这种就是故意传播病毒嘛 那么当然了警方现在抓捕了 你觉得中国就是他一个人在做这个事吗 这个疫情究竟是一个灾难还是一个发财的机会呢 现在是不是因为这个疫情 党国的这个GDP在不断的增高了呢 那么中共呢他总是这样 他治理国政啊 这么建政这么几十年来 他们最喜欢的嘛 最喜欢就是把小事呢 变成大事 根本没什么大事的一些小事 一些甚至是鸡毛蒜皮的小事 但是他们要炒作 要把这个小事演变成大事 因为演变成大事 当地的这些组政官员才有成绩啊 才让领导看到 你看我把那么大的事都处理好了 所以他们喜欢把小事呢 把它染成大事 而大事呢 碰到大事之后 他们也不慌张的 因为大事来他们尽量就是什么 尽量扩大把它变成伤事 一旦变成了伤事变成了重大事故 变成了这个里面能够引起最高层领导 特别关注的是 反而是什么 反而是地方领导 他们的升官发财的机会嘛 所以说呢 大事就会给他们演变成伤事啊 那么真正到了伤事 你觉得不是重大灾难吗 重大灾难党国不怕的 党国最喜欢有重大灾难了 因为呢 灾难来了 伤事再大 我们伤事可以变成喜事嘛 也就是中国呢 它这是一个操作循环 小事变大事 大事变伤事 伤事最终演变成喜事 武汉病毒就是标标准准 这么去演练的 你可以看嘛 包括这个郑州大水也是这样嘛 也就是一开始武汉病毒 并没有那么大的事 它只是在研究所里面 有一些病毒在扩散 在传染 那么这时候的零号病人 只是个别的几个人 也就是党国如果重视 只要把这几个人控制住 尤其是在李文亮医生 他们这一批武汉的专业医生 已经感觉到有人传染上 有人传播上 那么对这些人进行立即清查 找出他们的源头 把它控制住 可能这件事情 只是在很小的范围内 就是在武汉病毒研究所所接触的这些工作人员 和他们可能传染到的家属 在这个小范围内就控制住了 这本来就是小事 但是没有人重视这个小事 相反他们认为李文亮他们是造谣 把李文亮他们这些人薰剑 然后让这件事最终就是在武汉各大医院里面就开始扩散起来了 因为什么扩散起来以后很多领导就有成绩了 他们就是成功的治愈了这个一个传染病 防止了一个传染病爆发 也就是他们本来把它当作这个沉寂来渲染的 也就是把这个小事扩散成大事 这个大事一发不可收啊 这个传染病这个大事不像别的这个灾难啊 他的这个次生灾难非常多 传染病扩散起来这个速度多快呢 一下子什么 一下子就到了不可收视的地步 到了武汉要封城的地步 这时候呢这个小事伤成成大事了 这个大事它扩散 扩散最终就导致了很多人开始死亡了 也就是不断的有人死亡以后 这个大事就伤成成伤势了 那么到了伤势怎么办呢 伤势没关系的 以习近平为首的共产党马上就采取嘛 就是按习近平讲的就是 正亲自部署正亲自指挥 他亲自指挥的就是把伤势变成喜事嘛 也就是全国人民抗击武汉疫情 最终什么 最终在西总的领导下去得了 这个战胜病毒的伟大胜利嘛 他们的伟大胜利成果怎么来的啊 就是先把武汉病毒所有的带军者 把它们扩散到境外去 按照武汉市市长周先王讲 就是五百万人在武汉封城前 已经全部离开了武汉 而且绝大部分国内的航班已经封住 但是国际航班全部开放 也就是按照川普总统讲的话 他非常不能够理解的 武汉几百万的带军者在国内 他们往往是堵住的 不允许你们随随便便到别的省 航班也是关停的 不允许你们飞过去 但是国际航班全部是打开的 你们可以飞到世界各地 你包括飞到欧洲飞到美国来 一下子什么 一下子就把这个病毒 就扩散到全世界了吧 这就是习近平把丧事最终办成喜事 他转化的重大成果嘛 等到全世界全部染上病毒以后 当时以川普总统为首的 美国和西方民主国家 准备清算中共的 那时候习近平很慌张啊 也就是川普一再强调 要找到这个病毒发源的这个来源 然后对残捕病毒以及隐瞒疫情 要给予严正的清算 要中国给予巨大的赔偿 同时呢很可能这种清算的结果就是什么 要了共产党的命 也就是在那段时间呢 习近平是比较慌的 但是呢很快就时来运转了 因为什么拜登上台了 川普给习近平为首的 共产党以及联合美国民主党 把川普挤出白宫了 拜登来了就没关系 拜登是不追究这个病毒从哪里来的 不但不追究 而且跟中共开始合作了 这一合作以后 中共就感觉到机会来了 也就是病毒现在反而意外的带来了GDP 疫情给中国带来了新的经济增长 为什么这么说呢 第一个中国在早期向全球发送各种 治理这个病毒的各种防疫的物资 中国就发了财了 也就是口罩啊防护服啊 医用手套啊呼吸机啊 这些大量的防疫物资 中共都可以把它加价 然后卖给美国人 卖给欧洲人 卖给那些疫情严重的国家 通过这个防疫物资 中共大大的赚了一笔 那么赚完了以后 下面就开始研制疫苗了 疫苗无论是中国在研制 还是美国在研制 全世界都在研制 然后中国就一次一次的 把中国的这个疫苗 以各种名义把它推销到全世界去 也就是在推销疫苗的这个过程中 中国又赚了一大笔钱 这时候呢它这个GDP又增长了 你去查一查全世界所有的医药公司 尤其是跟疫苗有关的 跟防疫物资有关的公司 他们的这个股价都是大大的增长的 他们这个公司的这个GDP的增长 在2020年和2021年都是创了这个历史的新高的 几乎所有的这个开发疫苗的公司 基本上现在都赚了个盆满钵满 那么中国的公司当然是这样了 那么在赚到这个大量的钱的同时 他们开始搞这个疫苗检测 搞这个疫苗检测 这是更大的这个赚钱的方式 为什么 它要求你全员检测嘛 它不管你有病没病 你先过去测 测完了以后 我们才能确定你有病还没病 完了以后呢 再给你实行什么健康码 因为通过这个健康码也好 通过这个全员检测也好 实际上嘛 就可以统计出大数据来了 通过大数据 不仅仅达到他们要检测的这个目的 同时嘛 通过大数据 可以控制所有人的行踪嘛 所以中国一下子就开始搞全员检测 那么这个全员检测带来的这个经济效益 也得了呢 也就是说我们以西安为例 西安一个一千三百万人口的城市 如果这个城市每个人检测一次 你看现在都到了封城了 也就是说明这个病毒很严重嘛 那么每个人至少要检测一次嘛 这个上千万人口检测的城市 一个人如果检测一次 每一个人头只要收到十块钱 那么就是进账一个亿 而且每个人一个月可能都要检测 不止一次弄好一次到两次 也就是每个月光检测这一项 就可以赚一两个亿 这是指一个西安市 那么你说全国要有多少像西安 这种千万人口的城市呢 为什么这个郑州军艺公司 他要把这个检测阳性的人 要把他的报告改成阴性呢 就是让这些人出去传播嘛 他们传播完了以后 然后就增加了嘛 增加了传染率 增加了大量人的恐慌 人一恐慌了以后 会干做什么 肯定马上就要去要求检测嘛 排着的去检测嘛 因为检测出来 看自己是阴性阳性 是阴性才放心嘛 阳性就要赶快更治了嘛 再说因为你是阳性 他还把报告改掉 是阳性你拿的报告还是阴性 那么在阴性报告的情况下 你以为自己没事啊 是让你回家把全家都传染了 因为症状你是改不掉的 虽然报告是阴性啊 但你回去咳嗽发烧 你所有跟这个中毒的这种症状 你在不断地涌现啊 所以到了这个时候 你肯定是送到医院里面去了 至于你感染的那么多人 这些人是不是因为你跟着你去中招 或者是这些人即使是没有被感染上 他们有可能还要再次去检测嘛 只要检测不就赚钱了嘛 所以说周而复世 反复循环这样 中国14亿老百姓每个月每个人折腾你们一次 中国要增加多少GDP呢 所以说这个GDP的增长实际上就变成了检测疫苗 就是中国现在最大的疫苗经济 中国最大的GDP经济 这种割韭菜的模式已经远远超过了历朝历代了 过去那些传统封建社会 那些专制社会 他们传统的这个割韭菜的手段 无非是收保护费 无非是加征各种割肩砸碎 但是这种方法今天在共产党管制的手段下 你都弱爆了 现在是直接给你收检测费 而且老百姓各个排的队 共产党还说他们来为你们检测 是保护人民的身体健康 是为人民服务 所以说呢 中国老百姓就跟那个乖乖的羔羊一样 一个个待宰 也就是很多羊 你可以看 他一生呢都在防备狼 因为他认为狼是他唯一的敌人 狼随时要吃掉他 但是最终把羊把他扒皮抽筋 然后把这个羊生生活泼的人 却是这些羊深深崇拜 非常敬爱的牧羊人 也就是老百姓被共产党耍了 被共产党卖了 被共产党检测 割完他们的韭菜 很多老百姓还在感谢着共产党 所以说这就是中国的现状 网络上面一直传着一张医保基金 将预付款打给疾控中心的截图 疾控中心把预付款打给疫苗生产企业 一支新冠疫苗生产的成本仅仅只有几块钱 但是到了疫苗生产厂价 他给出的出厂价就变成了八十一块三毛三 而全民医保基金单向付款给疾控中心 就把这一支疫苗它的价格变成了两百块 那么也就意味着什么疾控中心每支新冠疫苗 他获得的这个利润就是一百一十八块 这一张截图上面是二十八亿支 二十八亿支就等于是五千六百亿啊 疾控中心的利润就超过了三千亿啊 你觉得国家有多少医保基金啊 也就是国家总共用于健康的医保基金 最多也就是两万亿 光你们倒估这么一下就倒估了五千亿 百分之二十五没有了 你觉得中国老百姓有几个人经得起 你们这样盘剥呢 这个疾控中心究竟是一个什么单位呢 它是企业单位还是事业单位 它是凭什么来赚钱呢 也就是疾控中心赚钱 它赚那么多钱干什么 它这个全赚到哪里去 这些钱疾控中心它用于什么社会服务 西安疫情已经到了风狠的地步 西安疾控中心拿出多少钱来 来帮助西安来克服这场病毒 那么全国的这些医保中心 全国的这些疾控中心 他们又拿出多少钱来 来帮助国家来抗疫 疾控中心他们根本没有做这种事 而他们赚取那么大的利润 那这些钱不就等于是疾控中心 非法侵占这些费用吗 凭什么疾控中心 一个医疗单位 它可以获得那么高的利润呢 谁给它这样的特权 赚到这么多钱以后 疾控中心这些钱 它是怎么去花费 怎么去处置的呢 究竟有多少人在这个钱上面 然后去贪污腐败 然后中保他们自己私囊的呢 这就是疾控中心 不断的要推这些疫苗的原因 因为医保金本来是老百姓看病报销的救命钱 在中国一年总共的这个尽累的这个费用 也就是三万亿 现在光这个疾控中心就拿到了五千多亿 再加上要对全民进行全民核酸检测 那么核酸检测又要需要一大笔银子 也就是这两项加起来 基本上就把全民医保的这个资金全部用完了 那么这样的话 也就是真正碰到老百姓要看病要救命的时候 哪还有什么钱呢 所以说呢现在本身就是吧 现在本身人口呢就是属于老龄化 也就是中国现在年轻人非常少 而银发老人现在越来越多 就是大部分交医保的那些人 现在都已经到了退休年龄 他们现在已经没有条件去贡献医保金了 而他们自己随着自己年龄增大 他们不断的要看病要消耗这个医保资金 而年轻人现在因为人口数量减少 能够交纳医保的年轻人越来越少 每年都是入不敷出 也就是交的少用的多 随着这个人口老龄化年轻人越来越少 尤其是现在中国事情的这个独生子女制度 已经显示它所有的这个恶了嘛 也就是独生子女制度导致了嘛 导致了年轻人大量的减少 即使是这些年轻人在婚龄里面的年轻人 也不愿意生育 也就是新生儿现在也很少 那么也就是未来的年轻人只会越来越少 而老年人会越来越多 享受医保金的人越来越多 贡献的人越来越少 那么最终什么 最终就是医保基金这个池子里面的钱 越来越少了 加上还有那么多贪官那么多腐败 在你们恒振堡里 把本来就不多的医保基金 就给你们全部消耗掉了 你说中国老百姓到哪里 他们有看病有救命的机会呢 这个不光是中国全球都这样 美国跟中国也类似就是检测呢 也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劳民伤财的工程 在美国现在也肯定要进行检测的 也需要通过检测来证明你现在是阴性还是阳性 但是美国是民主国家 民主国家它自然有基本的民主手段 它不会像中共那么专制 更没有像中国那种把疫情当做发财的机会 来开始把阳性报告改成阴性报告 故意传播病毒的 美国至少是这样是不可能发生的 对于检测在美国过去呢 它是很认真的 因为很多检测呢都是免费的 你需要到这个美国指定的诊所 类似于像CVS这种创钩 你需要去提供你自己的资料 然后进行检测 然后检测报告还会发到你的邮箱里面 你也会提供给你的家庭医生 最后能证明你自己呢 在什么时候检测下 在多少个小时之内 你本人是阴性还是阳性 那么过去一直是这么去做 但是这种工程呢 都是耗费巨大的资源 耗费巨大的人力的 因为要帮你检测的这些 医护人员也是投入人工啊 并且你本人要浪费时间敢去检测 检测还要等待报告 这个报告还要有专业人员 对检测结果以后给予上传 这个里面都要花费大量的这个嘛 大量的人力和物力 所以说美国现在采取的嘛 采取的就是每家免费发给你们 比较说四个还是八个检测盒 你们自己在家里面检测 你们只有检测处有毛病的 你们再到专业的医疗机构去检测 如果你们通过政府发给你们这个免费的 这个检测盒你们检测出来没事 那没事就行了 而这个检测盟领取也非常简单 就是每个家庭你都可以登陆政府指定的网站 到网站上面你只要下单 这个东西就会寄到你家 然后你们自己做检测就行了 那么有的年纪大的人他不会上网 他弄不了呢弄不了也没关系 也就是你照样可以到检测中心去检测 然后这些费用如果是你已经支付了 政府都会给你买单 你的保险工资都会帮你报销 也就是你本人不要出这个钱 可以做到免费检测 也就是美国是可以做到全员免费检测的 共产党能这样做吗? 共产党在检测上面把它当做经纪 使得老百姓头上去割韭菜 要通过这个检测跟你们去收钱 然后榨干你们的油水的 所以你说中国会这样去做吗? 因此来讲现在全球这个病毒它始终在蔓延 在蔓延的这个过程中 每个国家都有各种检测手段 而无论是哪种检测 西方发达国家都是为了人民的健康负责 希望你们什么? 希望你们能够通过检测以后 然后保证自己的身体是阴性是正常的 然后你们自己投入工作 如果是阳性就要进行隔离进行必要的治疗 而中国就不这样了 中国是要把这个小事变成大事 把大事要把它办成伤事 然后最终呢 伤事喜办才能达到什么? 党国战胜疫情的伟大胜利嘛 所以说根本就不在乎 这些什么检测中心他们造假以后 掏光国库还是不掏光国库 无论国库掏没掏光 国库掏的再多 只要权贵家族赚到钱就行了 武汉疫情发生的时候 绝大部分人都认为这个武汉疫情 跟我们当年所看到的那个非典 也就是SARS那个病毒感染的时候呢 应当是差不多 因为SARS仅仅是几个月就过去了嘛 当时对SARS的处理很多人都有这个经验 都认为什么只要这个病毒呢遇到高温 它就死掉了 所以说呢很多人对武汉这个病毒呢 当时也是抱着这个观念的 也就是这个病毒过了几个月 等到什么等到这个天气气候转变以后 这病毒弄好就死掉了 所以很多人都认为 这次武汉病毒应该跟当年的非典呢差不多 最多最多也不会超过一年嘛 因为一年总有几个季节变化 你这个病毒如果要么是怕高温 要么就是怕严寒 你总要度过要么是高温要么严寒 然后在这两个季节你病毒扛不过 你必然就死掉 最多最多这个周转的周期也就是一年 但结果你看呢 结果从2020年武汉疫情出发到现在2022年 已经整整过去两年了 这个疫情两年过去了不仅仅不是灾难啊 而是中共在创收啊 是党国开发的新的GDP的增长点啊 武汉已经过去两年多了 你觉得现在疫情已经过去了吗 为什么一直过不去 主要就是什么 主要就是大把的韭菜他们身上还有二两油 这些油不把他们炸干 党国是绝对不会罢休的 这就是中共它的这个邪恶 它的这个邪恶的党性 共产党这个从它基因里面带来的恶毒就决定了 就是共产党的基因就是魔鬼嘛 魔鬼特别喜欢瘟疫特别喜欢战争 也就是当大规模的战争和大规模的瘟疫到来的时候 也就完成了魔鬼积累财富的时候嘛 共产党现在已经成功的在这个武汉疫情经济里面 找到了他们的GDP的增长点 所以说当全世界都忙着应付疫情时候 中共现在赚了个盆满钵满 至少是权贵家庭全部赚满了 所以说根本不在乎你们什么董和会抵制不抵制啊 你们抵制即使你们不来 中共也达到他们的目的 因为运动员至少来啊共产党可以利用这些运动员到中国来 最终他达到的目的是什么 也就是冬奥会开完他就向全世界宣布 我们中国疫情通知非常好啊 你看看开这么大的冬奥会 那么多运动员到中国来最终没有在中国造成大规模的感染 这些运动员健健康康来也健健康康回去了嘛 也就是中国他在抗疫防疫方面又走在了世界前列 他又取得了伟大胜利不就是共产党达到这个目的嘛 至于你们抵制你们嘴巴上抵制 共产党不在乎你们行动上抵制 共产党报复你比你抵制给你要打击要狠得多 我们举个例子嘛 英特尔他就曾经发信 要求英特尔所有的厂商一律不准采购新疆产品 因为什么因为中国新疆的人权恶劣嘛 所以英特尔公司做出这个决定以后呢 中国马上就给英特尔公司一个全面反击 就要求中国网络上的小粉红网络上的网民 马上就开出马力一起去攻击英特尔 然后就抵制英特尔 让英特尔在中国他所有的这个产品上面遭到很大的攻击 那么攻击以后英特尔呢 他马上就向中国呢跌软了 也就是呢这种英特尔这种公司都是左派领导人的公司 他们呢在文明面前呢他们是止高气昂 但是在流氓面前马上就下跪 他们乖乖地向中国政府发出公开道歉信 而且删掉了他们公司网站上所有关于新疆的内容 这就是典型的左派嘴脸 他们都是欺负文明但是呢是给恶霸下跪的 所以说呢这种英特尔公司的做法呢 恰好跟美国现在民主党这个两院一府这些执政的领导人 他们的这个所作所为是一脉相成的 你看看拜登最近就宣布给这个塔利班要给他三亿美元啊 这个塔利班是什么人啊 凭什么你拜登要给塔利班这样的人要给他去拨三亿美元啊 阿富汗的这些恐怖分子就是在拜登慌忙撤军的过程中 在撤军的最后几天居然一次性就攻击了美国13个军人 让他们卸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啊 这笔血债还没有爆呢 拜登反而回报人家三个亿 这个奥巴马的做法是一模一样 奥巴马一直是用美国纳粹人的钱去支持嘛 去支持恐怖组织哈马斯的也就是奥巴马他即使在他卸任的最后一天 他仍然给哈马斯拨款了七千万美元 这就是奥巴马和拜登他们的这个做法都是一脉相成的 他们都是向邪恶低头的 甚至是主动资助这些邪恶 而就是这么无耻的领导人 他们继续在美国能够担任国家总统能担任领导人啊 所以说呢美国现在是因为左派狠行导致嘛 导致嘛导致民主党的决策呢都是非常荒诞的 美国民主党在国会上面提出要制裁俄国和制裁普京的草案 这个草案荒荡到什么地步啊 这个草案就是说普京和俄罗斯可能要入侵乌克兰 可能啊也就是一个预想一个预测的可能啊 他可能发动战争他可能去攻击人家乌克兰 所以我们就开始要制裁了 这个对一个可能存在的情愿他们要制裁 而明白的放在你面前的中共对内他们是镇压香港人民的反抗 打击新疆人民西党人民和香港人民争取人权的要求 然后不断地在新疆在香港实施人权迫害 这是明确的这是对国内在国际上是主动传染病毒 给全世界带来无数的灾难 中国共产党的所有的这个做法都是放在这个台面上 都是劣迹斑斑人人都看得到的 对于这个共产党他们反而不去追究 反而不去清算 到了拜登这一朝更好说了 拜登直接就是他的这个情报总监海恩斯 海恩斯直接宣布就是 根本没有办法知道这个病毒来源在哪里 我们无法找到这个病毒来源 而且人类永远无法找到 那么按照这样讲的话 这个病毒不知道从哪里来的 不知道是天上来的还是地下冒头来的 人类永远也无法知道 但是病毒现在天天在损害着人民的健康 在不断地夺取全球很多人民的生命 对于这么重大的是拜登他现在不追究了 你看拜登从他上任这么一年多来 他还再提过要对中国清算了吧 他对中国既然不清算 那中共就觉得我们已经得到机会了 我们的这个病毒已经在全世界成功了 我们这个病毒功成八载到哪里 也就是帝国主义全部向我们求饶 最终我们就消灭了美帝国主义嘛 所以呢中国呢现在就沾沾自起 他扩大他的胜利战果嘛 那么美国很多科学家都说 现在确实没有明确的证据 能够完全认定这个病毒一定是武汉泄露出来的 是他故意泄露还是不曾走漏 现在还在寻找证据 我承认你可能要寻找做实的证据 有一定困难或者这些证据呢 要经得起完全的那么完全的检验 也就是要铁证如山 可能在这个方面你还没有夯实 但是中共扩散病毒隐瞒疫情 这是事实吧 这个已经不需要争议了吧 也就是中国主动的把这个病毒 通过大量的武汉带行者 扩散到全世界是事实吧 然后中国不断的隐瞒疫情 也就是当疫情不断的爆发 尤其是疫情最初零号病人 和以及围绕着零号病人 大量的这个病理的这些标本 这些最初发生常染病疫情里面的 这些真实的医学资料 中共全部隐瞒这是事实吧 也就是凭着中共的扩散病毒 它隐瞒疫情 就凭这两点可不可以对它进行打击 对它清算网 这么明白的事实 拜登都不派人去打击 美国国会都不研究 然后怎么去侵占中共 去联合全球 他的盟国这些正义的民主国家 一起找中国算账 他们反而去研究 普京有可能去清约乌克兰 所以说我们准备去制裁普京 普京如果真清约了乌克兰 你去制裁一点错都没有 那有可能只是你一个异策了 现在至少还没有发生啊 而中国共产党现在发生的 对人类损害的事情 都是历历在目啊 都是劣迹斑斑啊 都放在台面上 为什么对中国 你不马上去打击呢 所以说呢 中共之所以现在 在全世界可以横行八道 可以张牙舞爪 这就是什么 这就是美国以拜登为首的民主党 和全球的左派呢 对中共呢孤膝养洁 以及对中国绥靖的一个结果 这种绥靖的结果毫无疑问来讲 都是这些西方的领导人 美国的这些高层领导人 他们的家族 跟中国有极大的利益勾兑关系 也就是这个疫情的扩散 这个继续对全球造成伤害的病毒 在不断的撕裂 给这些左派领导人 给全球的这些左派国家的领导人 和他们的家族 和中国共产党的权贵都带来好处 在观光红利面前 他们表面上他们要打击病毒 他们要战胜这个疫情 但内心里面 他们希望这个疫情就一直存在 没有我们的还要去把这个阳性检测的标本 把它改成阴性 让它去扩散 最终什么 最终达到了 这个人民健康是损坏了 但是我们赚到钱了 老百姓死官 他就死了 所以说最终 你看到这个金鱼公司 之所以能够产生这样的手段 他一点都不奇怪 这是共产党他邪恶统治的 最惯用的这个一种手段 他用这种手段最终就是 达到他自己继续统治人民 然后在人民头上割韭菜的目的嘛 好 今天的节目就跟大家做到这里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